大家好 我是田农嫂 三个萝卜跟三个鸡蛋不凉拌 不炒也不炖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把萝卜尾削掉 头也削掉 我们把萝卜擦成细丝 擦好的萝卜丝装进大盆中 萝卜丝中我们加点盐 搅拌至于QQ萝卜的稀辣味 炸一炸萝卜的水分 炸水5分钟 面粉中加一勺盐 增加面的筋性 用温水把面搅成絮状 剩余少量干面粉 我们开始压手 把它油成光滑的面团 面油成两面光滑后 醒面20分钟 泡发好的沫儿 洗净 切成细丝 切成沫儿碎 我们把大葱切成细丝 把大葱切成沫儿 放到沫儿一起 将我们切成丝 最后切成沫儿 放到葱一起 泡发好的粉丝 我们把它切碎 放到葱 将沫儿一起 三个鸡蛋 打进碗中 加点盐 给鸡蛋入一下底味 充分打散 一个锅加油 油热倒进鸡蛋 快速搅动 把鸡蛋做成鸡蛋碎 做成这种小颗粒盛出 锅中再加小许的油 放进一把虾皮 我们这里买了一勺虾皮 专门用来包饺子包包子用的 也十五块钱一斤 把虾皮炒香 多吃点虾皮补盖 虾皮炒香后 我们盛出 跟鸡蛋放在一起放凉 看一下我们的萝卜 出了很多的水 我们把萝卜放在笼布中 攥干水分 攥出了一大碗的水 攥干水分的萝卜 把它切碎一点 切好的萝卜丝 放进大碗里 加一点小好的油馅 我们这里的猪肉 前三天买的是30元 我买的就是30块钱一斤 但是现在直上是28了 接着我们倒油 锁住萝卜的水分 这样调馅的时候不容易出水 放进一勺黑香黑香的黄豆酱 我们加料酒去腥 加蚝油提鲜 白糖提鲜 胡椒粉 胡椒粉 加点香油 搅拌均匀 倒进葱花末碎 还有粉丝 姜末 倒进藏好的虾皮 还有鸡蛋碎 哇 看到这个馅料就有食欲了 盐我们就不用加了 萝卜撒水的时候有盐 在里边虾皮里边都还有缘分 我们的面已经醒发好了 我们拿出来油一下 加盐油的面 延展性非常的好 油好的面 我们把它搓成长条 搓好的长条 我们把它分成小剂子 来点干面防粘 用擀面杖擀一擀 我们把它擀成万元薄中间厚的饺子皮 调好的萝卜馅 我们放进饺子皮上 往下挨挨多放馅 包成元宝饺子 教大家一个煮饺子不破皮的小秘诀 除了加盐增加鸡性外 在擀饺子皮的时候 我们加点淀粉感 然后再加点面粉 包出来的饺子粘满了淀粉 煮饺子的时候 饺子皮会随速的凝结 所以不容易破皮 锅中水烧开 我们加一勺盐 增加饺子皮的硬性 加进我们的饺子 宽水下饺子 饺子皮也不用一破 饺子飘起来 沾上锅干 水开后我们点一次凉水 水再次开启 我们再点一次 反复点两次 现在饺子的肚子鼓起来了 胖乎乎的变得 手按下去 立刻回弹 太有盐了这饺子 萝卜翠绿鲜香 萝卜丝饺子这样调馅 真的是太香美了 太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就像摇软的肚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